今天念佛的人 他用的是妄想 他自私自利 他贪图名文利亚 贪图五月六成的享受 还损人利己 这怎么能往上 念这句名号 他能得的利益 只是阿赖耶识里头 中一个念佛的种子 他的成就 那是来生后世 他这一生不能念旧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明昭万德 妙感难思 这一句话 我们就会想到 如同 本经序份 本经的前面有很长的序 没关系大师 为我们详细介绍 这个会几本 这篇虚文 讲一后面 附露地有 应当要看看 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把这句话了 讲透了 明昭万德 妙感难死 你们一段话 这么说法的 随唐时代 这是真的 那个时候的高僧大德 太多了 我们经常引用的 韩国的法司 日本的法司 都是那个时候 到中国来留学的 回去之后 就成为 许多宗派的 开山祖司 这些人 亲近过 山道道士 亲近过 治治道士 跟他们的关系 非常深厚 黄念族老居士 这个大经节里面 引用他们的话 很多 他们曾经想过 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哪一部经最重要 能够代表 他老人家一生所说的 结果 大家都推崇 大方广佛 华严经 所以称华严经 为金中之王 也就是说 其他的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都是华严眷属 这是最重要 大家公认的 我接触佛法 是方东梅教授介绍的 他说华严经 是全部佛学的概论 也是把他 推崇到最重要的 这个位置上 佛经 这些概论 那么华严经 到末后 怎么圆满成就 文术 普贤 这两大菩萨 引导 华严会上 四十一位 法身大事 求生 净土 到极乐世界 去见 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去参与 这样才成就 导规 极乐 这一部经 专讲极乐 也就是说 华严经 到最后 说 归无量寿 那这一来呢 无量寿经 在华严之上 不在华严之下 在华严之上 华严难啊 入华严经 皆 修法皆 惯了 那不是容易死心啊 这个比华严还高 这就用一句 阿弥陀佛 就能成就了 换一句话说 这一句 阿弥陀佛 就入华严经 结了 那么 无量寿经 叫无量寿经 就排名第一了 无量寿经 在我们现在这个本子 汇集本 分全经为四十八品 说四十八章 也可以 夏林 那这四十八品 哪一品最重要呢 我找不到最重要的 当然第六品 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自己说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输 转告 这里头字字句句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 四十八院了 四十八院就有四十八条 哪一条最重要呢 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们 公认的 十八院最重要 十八院是什么 顺念必胜 所以在日本 有一个宗派 叫本月念佛 他就 一第十八院 念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没错 日本的古大德了 创这个法门 他们有成就 现在人修学这个法门 我看很有问题 大有问题 为什么 他不懂教义 古大德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基础都有了 他明白了 现在跟着学的 这些大经大论的一些理论 他都不知道 就支持这一句名号 烦恼 吸气都没有断 那怎么能成就 也没有真正发心 所以本经的宗旨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他有一项专念 他没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自卑 古人念 阿弥陀佛 你细心观察 他真的 他是这个心 所以他相应 今天念佛的人 他用的是妄想 他自私自利 他贪图名文利养 贪图五于六成的享受 还损人利己 这怎么能往生 这念这句名号 他能得的这个利益 只是阿赖耶诗里头 中一个念佛的宗旨 他的成就 那是来生后世 他这一生不能念旧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